好友台北京华酒店铁板烧行政主厨陈春生 发起的第八届七星主厨下乡公益新旅行 在115名志工和主厨的协助之下呢 为院生带来精致的饭店佳肴 当天也为入住黎明教养院 14年最年长的院生举办70岁的庆生活动 那么由主厨陈春生带来大大的寿陶蛋糕 在众人的生日快乐歌声当中 献上暖暖的祝福 连续第八年的七星主厨下乡公益新旅行 17日在黎明教养院完美落幕 在高达115名志工和主厨的协助下 为院生以一对一陪伴方式 呈上饭店精致的佳肴 让院生细细品尝 当天也同时为入住黎明教养院 14年的院生未嫌疑 举办70大寿的庆生会 台北京华酒店铁板烧行政主厨陈春生 除了准备食道料理 也精心准备寿陶蛋糕 并献上红包祝福 督导宏美月表示 民国98年入住院内的魏贤役 当时就发现他很喜欢画画 颜色鲜艳 透过大自然和动物等 画出自己的风格 还获得心智障碍才以比赛特有肯定 他的画风呢 老师有发现就是 他的色彩用得非常的鲜艳 很鲜艳 线条也很明确 所以老师就 也会跟他分享 就是去拿 老师给他看一根相片 或老师自己去郊外拍的照片 就会跟他分享 让他自己去选择 自己喜欢的相片来画 那他到院内来 其实我们在 民国一百年的时候 就有发 就是将他的画作 拿到那个 去参加身心障碍才艺赛 那时候第一次的出体验 就得到了非常好的成绩 就是特优 那次我们也带着他 到那个台东 去领这一份奖品 那回来之后他超开心的 他更喜欢画画 那他会因为这个画画 而废寝万事 回家的家属会告诉我们说 可不可以不要再让他画了 因为他回家还一直画 那他进来这里 其实已经14年了 这14年当中 他现在70岁了 所以他的其实视力 因为他有糖尿病 他的视力也变得很差 然后听力也变得比较重听 那他现在还是一样 很喜欢画画 那只是颜色可能没有以前的鲜艳 但是老师会辅助他 就是辅助他 告诉他说 这里要再深一点 或是这里的线条要更明确 画画还是一样是他最爱的 院内在五楼墙面 设置一画一郎专区 随时更新为嫌疑画作 黎明教养院表示 尽管嫌疑不是知名画家 势力听力退化 却是黎明指标人物 是最年长最快乐的怨声 呈现了黎明照顾身障者的缩影 也将尽力持续开发院生潜力 开启无限可能 记得蒋方圆华女士报导